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例五 这道题其实第一问还比较简单 但是第二问有一点点难度 同学们也可以把视频暂停一下 自己先试一试 好吧 我相信有很多同学应该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如图正方形A B C D中 这是一个正方形 A B等于8 告诉你边长等于8了 M是D C上的一点 然后D M等于2 我们可以标一下 这个边长等于8 这段等于2 可能有同学第一反应 C M是不是等于6了 对吧 C M等于6 N是A C上的一个动点 来注意这边 N现在是一个动点 第一问求D N加上M N的最小值与最大值 D N加上M N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来 这个题跟我们之前题目的区别在于 你有没有发现它不是求一个最值了 它要你把两个最值怎么着呢 都算出来 是吧 那这种题我们具体来研究一下 首先看一下 你是不是D N加M N有没有发现又非常像将军一马 N是不是在移动的 对吧 但是这两个是个定点 然后有一个将军在这牵了一匹马 首先要去河边喝水 然后去这吃草 是不是还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一类呢 我们基本做法是不是要做对称点 那做对称点的时候其实面临一个选择 你是愿意做D点关于这条核的对称点呢 还是愿意做M点关于这条核的对称点呢 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是愿意做D点关于这条核的对称点 还是愿意做M点关于这条核的对称点 当然是D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D点的对称点就是B点 对不对 这是个正方形吧 正方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且相等的 所以D点垂直延长一倍 是不是直接到B点那去了 不用做 省得你M点做完了以后跑到这 还得再算一下 能明白我的意思 因此我们可以直接D点关于这条核的对称点是B点 下边一步你要连接什么呢 连接BM吧 是吧 你要把这个对称点和我们的BM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然后会与这个地方产生一个什么呢 交点 这个交点是不是就是我们N点的位置 对吧 N点的位置 那你需要知道的是 我们的这个BN和DN是怎么着的呢 是相等的 所以你DN加NM 就本来是DN加上NM的 是不是就变成了我们的BN加NM了 对吧 BN加上一个NM 原因是这是对称点 是吧 所以他们俩肯定是相等的 那BN加NM是不是就是我们的BM了 对 然后就是两点间线段最短 这个东西求出来的应该是这个玩的最小值吧 对吧 现在就算 提名要你算这段长度等于多少 要把这个最小值算出来 那我们可以得出最小值应该是 是不是要用勾股定理了 对吧 这段等于8 这段我们刚刚说了 第一反应这是不是个6啊 这有个6 这有个8 所以这段长度等于几呢 是 所以导致最小值是不是应该等于10了 嗯 但还没完 题目还要求一个什么呢 最大值 最大值怎么办呢 你怎么才能让这个东西尽可能的大呀 怎么才能让这个东西尽可能的大 应该越偏离N点 是不是算出来的值应该是越大的 对吧 我们在这 N在这的时候应该是最小 那离它越远 是不是应该越大 对 所以有可能会有同学会有点迷惑 那到底我们这个N点反正在AC上 怎么才能离它远啊 你是在A点那是最远 还是在C点这最远 A点 是应该A点远啊 嗯 A点这个地方应该是离N最远的 那有的人说我怎么知道的 其实很容易判断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连接BD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终点 对吧 是我们AC的终点 你这个N呢 很明显应该终点往这边 所以是不是离C点要近 离A点要远 如果这一点你想不到呢 你完全可以把N在A和在C的 两种值都算出来 然后在这两个值里边算一个最什么的呢 最大的是不是就行了 选一个更大的 对吧 在A和C的情况你分别算一下 然后算一个最大值就行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图调整一下 好吧 调整一下 我们的N现在就在A那 那你是不是得连接一下DN 还要连接一下MN 是吧 你是不是要研究图中两条白线的长度的和 对吧 这一段就是几呢 8吧 对不对 有一段就是8 然后加上这一段 是不是就用勾物定理啊 这个地方是个2 这个地方是个8 你是不是得用勾物定理算一下那个斜边 8864 再加一个4 应该是68吧 68再开方应该是2倍根号17 是吧 2倍根号17 计算我就不讲啊 你自己去勾物定理可以慢慢算一下 我们可以得出这一段呢 就是8加上2倍根号17 这是它的最大值 这是我们这个DN加MN的最大值 那么这个呢仅仅只是这道题的第一问 来再看一下第二问啊 第二问呢 又变了 它要求一个DN-MN的绝对值的最小值与最大值 好听一下懵了 说我们刚刚都一直是什么 两边之合大于第三边 什么三边之合大于第三边 是不是一直都是加法啊 在这突然来了个减法 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其实呢 不用害怕啊 不用害怕 第一个呢 题目把这个难度给降低了 它在这儿是不是加了个绝对值啊 嗯 你想想一个绝对值 它是好求它的最大值呢 还是好求它的最小值呢 最小值 绝对值的最小值是几呢 0 绝对值的最小值是不是应该等于0的啊 嗯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 它有没有可能等于0呢 就得让这个DN和MN是怎么着的呢 相等的吧 DN和MN相等 这儿就是一个什么呢 等腰三角形 有没有可能在N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的 完全有可能 我们做DM的中垂线 能明白我的意思 可以 我如果做了一个DM的中垂线 与AC的交点 N就是这个等腰三角形的顶点 原因是不是三线合一了 嗯 或者说中垂线上任意一点到线段量 端点距离相等 DN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能够让这个绝对值最小 所以这个绝对值最小应该是几呢 最小值是不是应该等于0啊 嗯 那怎么才能让它大呢 就得让它们俩差得越远越好 是吧 嗯 那现在再想一想 我们在这个几何最值问题里边 是不是跟大家说了 两点间线段最短往往引申成三角形 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这个三角形的三边关系 除了有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呢 嗯 两边之差怎么着呢 小于第三边 是不是还有这么一条啊 嗯 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你看一下我们的DN 还有我们的MN 看一下这两个啊 DN和MN 他们俩的差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玩儿 嗯 是小于第三边的 是不是小于这一段 嗯 这一段等于几呢 啊 哎 我们可以得到DN减去MN 是不是应该是小于2的 嗯 那它的最大值也只能等于多少呢 嗯 也只能等于2 是吧 它比2要小 它有没有可能等于2呢 此时我们的DNM应该三点 怎么了 贡献吧 嗯 这三角形是不是又不存在了 那你明白N在哪吗 N是不是在C这 此时我们的DN减去MN 他们的差距最大啊 差距最大应该是等于一个2的是吧 加了个绝对值 导致我们的最大值等于2 做完了 那本质上第一个呢 其实加了绝对值难度变小了 是吧 难度变小了 考察的是绝对值的非负性 那么导致我们的最小值应该是0 最大呢 还是在考两点间线段最短 只不过这一次呢 引申为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所以我们在这呢 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玩意儿 当且仅当他们三点贡献的时候 是吧 三点贡献的时候 能够取到2这个值 你说你加个绝对值有什么用啊 其实在三小型的边里边 就不涉及到这种绝对值的问题了 对吧 我要想两个边的差距越大 最大最大 不论是左边减右边 还是右边减左边 都比下边那个边 是不是比较小 对吧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你不用太纠结这儿 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2 朋友们都明白我第一次 那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